文字幕製作词 李宗盛 好 老师好 以及亲爱的超马家人及新朋友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很开心 我们唱的这两首歌曲 大家应该心里有满满的感动 都满满感觉到天地的爱 一直以为我们同在 那唱这首生命的领战 真的想到今生有意义 不再困久 想通了就轻松能成功 就对应到我们今天 要导读的第六章 秘密中的秘密 那今天唱的这首祭语 也是非常非常 很好听的 很好听 之前活动的时候 这首歌也是非常 有非常热爱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 也是对应到我们在 我们在灵魂聊天这一块 这首歌呢 跟灵魂对话交流的时候 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 很动人的一首歌曲 所以这两首歌曲 也是因为今天来的时候 就觉得 今天我们今天要读的第六章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这一 超约生命迷码 我们自己要转动生命地图 最大的关键 所以呢 新朋友呢 我们要好好的 等下导致这一章节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 好用心的来感受这个章节 给你带来的一个想法 很有力的精神 你要设定有个目标 就在这个章节里面 那等一下 在进入到这个第六章之前呢 非常欢迎我们今天有 新朋友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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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那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直接的举手 直接的举手 举手 举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姓魏 然后大家都叫我居民 这个名字会比较好记 然后我是因缘忌惠来到这个课程 对 然后因为是我的一个姐姐 就是黎帆姐 对对对 她跟我认识好几年了 然后她有 最近有跟我分享一些 这边上课的事情跟故事 那我觉得我可以来 就是认识看看这样 就是她跟我讲叙述的部分 我来懂一下 那或许有生命有些东西 是我不懂的 这样子 大概是一个课程 好欢迎Gibi 欢迎新朋友 我们等到新朋友 我们都很开心 很开心 你有任何问题 都不会问在座的一个 他们都很有经验 所以因为我们虽然是主持人 但是我们只是串场 我们只是串场 你们才是主角 给大家多多分享 然后带你们去上完证堂课 也有什么样的感动 跟收获 但是我们尽量以轻松的一个口吻 轻松的一个心情来上这个课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每一个人生命故事都有了壮变 所以大家能够在这里 能够珍惜这样的音乐 然后坐在这里来分享 自己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改变 还有的获得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真的能够放假很 觉得很像很沉重的心情 来到我们这样子的爱的殿堂 然后去构正这样子爱的能量的氛围 去感受到那个能量 因为等一下我们也听到我们的能量 一切都是能量 来自于宇宙天地 那我们现在来先导读我们这一本 超级生命密码的封面 大家都有这本书吗 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封面 超级生命密码 一本生命之料 解开你我千年迷惑 揭开生命秘密 及得重生乐趣 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 深获宇宙丰盛祝福 道诸浩瀚星空音音齐许 引力拾起宇宙能量 改变生命地图 沉迷光的祝福 启动生命奇迹 在你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 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 即将一一被展开 拥有成熟能量生命 即已圆满 轻松拥有密码之庙 解开所有的难题 浅显易懂告诉你 光的神秘作用力 运你世事如意 作者太阳圣得导师 这本书的封面呢 就把这本书很多的精华 都显得非常的一个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显得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说这本书的封面呢 大家可以好好去再把它再看一次 然后去把很多很多的一个像祝福啦 或者是能量 你可以去思索 我觉得那个智慧当中里面 给你的感受 会感觉到不一样 还有光的神秘 一定过用力 令你世事如意 我们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宇宙 所以说这个天地宇宙的浩瀚 真的不是我们脑袋瓜皮想象的 好 我们翻开我们那一页呢 作者太阳圣德导师的简介 我们也要请我们的雅文 来读一下我们作者太阳圣德导师 我们介绍我们的最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 就是我们这一位 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过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位 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 作者简介 太阳圣德导师 主修电机工程 县旅居美国 自幼喜学宗教真理 14岁时尤耶教路门 开始几十年的心灵追寻之旅 涉包括佛道如耶密 2005年其遇恩师分居 开启了灵性管道 超越身心灵疆界的繁力 使其灵性层次有了突破性的要生 近年来智力为人们解惑 我提升心灵素质 是位深受惊重与信赖的 身心灵咨询导师 在身心灵领域 著有多本华文和英文书籍 读者遍布全球 其在世界各地无数次巡回演讲中 举办各类主题的培训课程 接受到广大的回响 无数人因此扭转了命运 获得分实丰盛的人生 目前为天原文化咨询 顾问机构创办人 美国催眠师协会认证催眠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感恩雅文的导师 大家都认识我们最亲爱的太阳圣的导师 他住在拉斯伦加斯 前阵子6月份的时候 他到偶尔来台湾办的一页算很丰盛的活动 那即将也在我们12月21号 22号会在我们的林口体育馆 来办的一场音乐会 跟一个一个新法课程 叫做 突然忘记名字 生命里战庆丰年 那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哇 那个生命里战庆丰年 那名字就非常吸引人 大家12月21号呢 我们千万千万要把握 不要错过的这一场的音乐会 当然是一场音乐会 他就是当初他的满满的天地的能量 就是这样子在当中 一直一直一直给你 然后让你觉得 哇 上了这场活动的音乐会以后 感受到能量顺身也不够满意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一首 像该来唱了那么多首的一个音乐 他都有他的引擎力 那你不会怎么听老师的歌 他真的有他的能量 以前我们都很爱听流行歌曲 对不对 还没进入超级生命里吗 没有不爱听的举手 应该都很爱听吧 我觉得那个流行歌曲啊 不管是爱情或什么的 我都觉得好好听 那流行歌曲 自从进入超级生命里 那个流行歌曲就没在听了 因为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能量呢 就是来自于老师的正能量的歌曲 那一些坊间的一个音乐 他其实真的就是负能量的一个歌曲 里面的爱恨情仇 你在听的当中不知不觉 他也进入到你的灵魂的记忆体 所以说之前我们读到的 是好是坏叙述一点 不管负面的一个思维 负面的报道 负面的音乐 我们尽量能够避开就避开 不然他很快的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 进入到我们的灵魂记忆体 那哪间就在律座律座着 当我们能量强的时候不觉得 当能量下滑的时候 弱的时候 他就会隐藏到 去牵引到我们的一个灵魂的一个记忆体 去律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是好的 好的东西然后去做 不好的我们就要赶快赶快留意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 那我们再进 我们现在已经放下我们的第六章 秘密中的秘密 这个章节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在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章节 然后这章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等一下你在读的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说 哇 这张章节是关系到你生命的 狼土生命地土还有未来的生生世世 这张章节 他真的非常重要 不能够小叙这一章节 因为你知道所有都是能量 那当自己的正能量提升的时候 跟我们的提升当中呢 跟我们的负能量能够化解 这一章节有积析的相关 所以说这个能量怎么提升 这张节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深度 而且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去做实验 透过这张节给你教导的很多方法 你可以实验在生活当中 然后先把这个书看完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法中的一 心法一唱鬼发愿这一块 命运中的命运这个章节 那就是我们心法一 我们心法有步骤一二三 所以说心朋友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朋友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跟他来个交流 不管是十五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 都会有他跟他做个交流 心法一二三 我们每天都要跟他做交流 所以你们这里的心法一二三 是不陌生的 所以说亲朋友的话会觉得 这是什么 但是我们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在念的当中 亲朋友就会好好的去听一下 好 好 那我觉得说 有没有想到自愿的 有没有自愿要念的 前三段的 新朋友 新朋友不好意思 好好好 刚好讲说有朋友 那你觉得我刚好就讲到新朋友 就想到你念 几年前 秘密这本书发行问世的时候 我心里感到非常高 那时我想 有这样一个真理可惜出来 让人家知道 如果在完美的状态下努力去做 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但在宇宙时空里很多道理 定律是同时存在的 那时候我只能祈祷大家可以专注在吸引力定律上 而且能够因为自己的专注而战胜了其他定律影响的比例 让更多的人 能够完成他们的梦想 至少让我们的世界 宇宙 因为人们的振动频率 可以从之前偏向负面的情况慢慢讲证成正面 在秘密这本书轰动了世界一阵子之后 前来咨询我的一些客户中 对秘密这本书 发表了许多言论 而且他们也真正的照着书本的讲法去做 一心希望在实践当中 得到这个定律后 面所谓的田果 但是在这些来咨询的人当中 我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人 都有着相同的问题 大多都是花了精神 时间之后 并没有看到如书中所说的 在努力以后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人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 都会加倍的打出问号 不断提出像 这是真的理论呢 还是只是书中写写而已 的问题 当他们来问我的时候 多数人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不但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光明面 而且心愿的各方面都没有成就 斗志和决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好感恩 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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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好 君敏的帮我导致 我觉得说 这三段有没有大家念的当中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有吗 君敏有吗 你刚念的当中有没有疑问啊 对啊对啊对啊 都可以 我念的这三段我感觉就像 嗯 就像人在很茫然的时候 就是 呃会去 求神问佛 会去走寺庙 然后就是 其实都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那就是 只是说老 老师这三段给我的启示是说 其实感觉上应该是 自己要先 反思跟反省自己 缺了什么 想要获得什么 在于哪个层面 我感觉是这样子 很棒 对自己要做一个反思 可是你在想说 为什么很多人就像秘密 这本书大家就看过吧 大家看过这本书以后 我们也照着方法做了 我们也检讨过了 我们也改变了 那为什么 我们觉得好像未来 还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光明的理念 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努力 那好像还是这样而已 你们大家有这样的疑问 在台湾去草米圣经密码的时候 我相信我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我想说我都最大的努力 我带座都做了 为什么 你看我 我以前 我常常去拜拜 因为拜座的大家都是外穷 以前我那边哪有也没 应该都有在拜拜吧 拜神都有吧 没有拜拜的举手 应该都有 我们拜拜是祈求什么 祈求什么 有些人祈求财富啊 祈求身体健康啊 因为这个人是最基本的 我们就去拜拜啊 然后就觉得 好像去有拜有多比 就觉得好像拜了有分心灵的寄托 跟心灵的临近 或者是参加过很多的宗教 不管佛教 道教 一贯道 这个其实我都有碰过 像之前东台禅士的法会 什么东西都没有参加 都是有参加 没有一次辣掉的 但是就觉得 怎么兔了这么多 怎么感觉 未来还是觉得很茫然 那就是怎么差在哪里 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然有讲到的三段 其实你看到 为什么别人都有那么好的奇迹 我什么都没有 那为什么人在心中超年生命 有那么多的小穴 小穴戏 为什么有没有 那老师讲的不开牌 为什么不开牌 什么叫不开牌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 转变他的神经地图 为什么人进来都没有办法开牌 你要去反思说 这些问题的真结点 关键在于哪个因 你没有断 没有解决 那个因你要找出来啊 可是很多因是我们前世 过去很多事造成的 我们不知道 因为当时的无知 当时的没有智慧 造成了很多很多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 因为你们相信灵魂不灭 你们相信灵魂不灭 所以我们能 今生来到我们这个世上 就是再重新再休息 我们重新再学会怎么做人 所以这边讲的 很多时候 我们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为什么还像泄了气的皮球 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在这个各位 你们觉得 怎么感觉都没什么力 没什么精神 或者是 再怎么做了那么多努力 我还是像一个 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觉得很无助很无奈 心引力 心引力定律 就像我们讲的 你相不相信心引力定律 相信 相信 因为只要你相信 好事就会成真 就像我们老师有一首感激 有没有 这首歌 来到这里生意出现了奇迹 所以为什么你这一个超级生命力 我们新朋友都要知道 我们就是 简单相信 听话照做 因为已经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他改变了 因为运用了失踪的方法 他们已经实验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去 那个一下左一下右 一下就是把新闻打开 简单相信 听话照做 别人怎么做 老师说的 做心法 我们把出汤完 你就可以开始做心法 那做心法的当中 你去跟天地 跟你的灵魂 做交流的当中 你就会相信 怎样去解决你 也问你的问题 那个因你要去解决了 你今生才会有出入 所以这个三段话 倒出了 在今天我们这样子 一个基因会的共振 如何让自己的频率 能够与天共振 除了参加 除了每天的心法之外 还有我们参加基因会的一个共振 因为只有天地的能量 然后天地的一个护法神 都在我们当中 而且今天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你看不到的负能量护法神 他也在旁边听课 包括我的负能量护法神 昨天我有这一面新的 敬神如神在 敬负能量如负能量在 我们要有起一个公寄心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一场的一个能量 来自于你的真心 它自然而然呢 你的负能量 就会成为你的护法 一切一切取决于负能量 是你的助力还是主力 所以这个章节也非常重要 怎么样让你的负能量成为你的助力 我们这个章节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来我们继续读三段 大家午安 其实我之前在某些聚会中 就已经透露过吸引力定律 在宇宙间的真实无误了 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 所以秘密这本所讲的道理 都是真实的 不是人为编造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厘清 但是在宇宙时空里 吸引力定律只是其中的一条定律 而吸引力定律 并存的定律却是不胜枚局 正如我前面所说 今天你要运用吸引力定律 所产生的磁场 让它远远大于其他定律 所产生的磁场 那么你从秘密这本书当中 就会是一位受益者 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巧妙 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并没有下定决心 所以产生的磁场不够强大 那么很快的你就会失去信心 而且产生许多的疑问 这个道理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就有那么多的读者 笃信其中 却没有真正的配合好 让自己调动不出门 来在运用吸引力定律后 可看到的好结果 这是相当可惜的 这就类似在坐飞机时 要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 飞机的仰角究竟是比较陡呢 还是比较平 如果比较陡 飞机就很快的冲上云霄 如果比较平 没有在一定的距离内 拉到某的高度 那次的起飞 就可以说是失败的 吸引力定律在宇宙当中 对于疫情刚踏入这个领域的陌生人来说 除了自己要有绝对的诚心之外 还要弄懂其中 诀窍的决心 以勇往直前的斗志 不断的鼓励自己 从吸引力定律当中 产生了一股正能量 去冲破原先在你生命磁场 所产生的负能量 只要你冲得过去 就是另外一片天空 如果你冲得过去 你的生命就会卡在当中 就像我遇到的这些客人 他们在一面串的乳衣后 反过来没有看到结果 有些人相当的气愤 有些人觉得牢烧满腹 但这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好 我们先两段好 因为这两段还蛮长 我们先审视一下这两段 我觉得这两段很重要 您让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请休闻起来 可以做个分享 这两段 老师好 有球超马家人好 好 主持人好 是好 因为刚刚第一段里面的最后两堂 因为这个这边 他说至少让我们世界宇宙 因为人们的震动频率 可以从之前偏向负面的情况 慢慢矫正成正面 这两句的意思就是 老师也是经常要我们人心 那个起心动力 那个逻辑观思维要往正向的走 因为现在 大家如果稍微一不注意的 把那个思维偏掉了 一偏 所以这抉择很重要 你一偏了 就往下成人 好的话是向上提起 或者是向下成人 那我刚刚念的这边 吸引力定律 也就是 我把它解读成说 我们的起心动力 知道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意念跟起心动力 就是那个意念 我觉得人事物都是活的 每一项都是活的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 这个空间场 那些书桌 这些都是有生命的 都是活的 然后你的意念 都会带到你 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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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跟坏 然后他这边就是说 诶 这个刚刚念的好哭 他说 诶 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并没有下定决心 就像我们进来超马的人 很多人都是说 诶 听到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 那种出色 然后就想说 诶 我去看看 然后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可是 他没有把书读完 或者是没有每天做我们的 基本 一二三 那个心法的话 那个就是 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还有看地子规 每天一集的地子规 唯一 一规 然后来做这个 这个每天的功课 他如果没有照这样子做 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怎么来都没有效 怎么都没有用 我要的问题怎么都没有解决 因为老师这边书中也是这样写的 很多人都是碰到问题了 这天老师往路功修有叫我们说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没有的时候 才会想有识 平常我们先要囤积我们的能量场 我们是要有识 先想无识 而不是等到没有的时候再想要有识 因为那时候就要来不及了 所以他这边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下定决心 所产生的磁场不够强大 那么很快就会失去了这个信心 就是说 我好像来了一两年 好像也是来上课 怎么都没有进步 我想要的怎么都还没改 我们看看这边 前面这边 第四页 这边有一个原言 就是说 你必须拥有冰冠通此本书 这里面有十五个 十五个你想要的 这十五个 那如果 你每天在这里面 你把自己打分数 看看你 有没有依照这里面的去做 那个调整 有没有进步 如果你说哪一下你不合格 你只有零分 或者是一分都一下 或者是 因为我们设定 如果是六分是买分 这十五平就是九十分 十分就是天地回的 那你就依照 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你要什么 那就我们一前面的那十五平去 去看你的人生 你今生的想要的 哪一条不圆满 那就从那一个地方去做 去下定决心 就说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这边有讲就是说 像飞机要起飞 一定是 就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要航空一定要达到低档 让他冲上去 如果在贫路的话 大家贫路轻盈的 就没有那个危机感 没有那个 就假如好像都很好 就像说搞不好来一场大雨 就淹落水了也不一定 所以说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改变 什么时候会突然来的一个考试 但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能量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能量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可以冲上去 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然后 他这边就是 他就是还要 老师说 这边除了我们要有这个诚心 我就说我你有诚心 我要来超级生命力拿学习 可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还有勇往直前的斗技 不要就是说我来好像没有效 没用嘛 没有我就要脆强 退出这个学习的行列 很可惜 因为每一次的进考 其实我们要提升 就像我们在考试要减定考一样 你每一次的减定考通过了 你的职绩就一直往上提升 那你的能量就一定会慢慢的跟得上来 那你的那个所有的那个不好的 就会慢慢的消退下去 因为这边所讲的负能量 像一个观念不同 像我如果说 我现在是培养就是苗苗感恩 就是要感恩给我这个机会 在上面这个机会 因为一起床的时候 就要先感恩 睡了一场好觉 然后所有的周边的事 然后感恩感恩的 你那个思维 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抱怨 没有时间去想 有的没有 因为你看到每一个都要感恩 看到每一个都要感恩 然后那个 就像我们地址櫃里面 不是那个学生 最后起来用餐完毕 就跟那个 你慢慢享用 那我有时候也是不知不觉的 就突然间就 好感恩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喵喵感恩的时候 那种快乐的心情 真的是无法延绎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意念 带往不好的 我每天都在那生气抱怨 那一天特别的不顺 特别的那个 这就是跟心理必定力的相关 你就会觉得说 那他衰 我像刚刚来到了两次停车场 怎么都没有位置停 然后后来想说 我再继续来停车场那边 来排队看看 结果我在问贵方打电话 贵方说 他要小心喔 今天有警察在拍照喔 你看 还好及时拉刹车 代表说 这个测试我的能量场 还算是 还算过关 那么我如果随便一停 我们的停车费 不会超过一百块 可能我失去的会更多 而且要去停车场 去那个太平补车 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个吸引力的定力 就是说 从日常生活中 你就可以看到好跟坏 那我们想法好的话 我们就能趋吉避凶 就会往好的方面 越往上走 那如果你往坏的话 本来是一个小窟窿 搞不好你一过去 原来是一个大洞也不一定 所以说好跟坏 都是自己的心思去结病了 好跟不好这样子 唉 不知道这样讲可以不可以 谢谢喔 那就是一定要用地址灰 每天一定要去看地址灰 去检视自己的行住坐卧 好感恩 好感恩秀美姐喔 他讲的重点呢 刚好是我今天画的重点 所以其实 因为我们进入超级生命密码 学习 重点都一样 因为老师给我们政治的国籍观 所以我们要 我们讲的东西内容 其实都大同小异 在这边讲的 你进入超级生命密码呢 其实我们问自己就好 你进入超级生命密码呢 只是觉得这个系统不错 我就是好 没有一枚嘛 好嘛 就沾一沾嘛 看看到底怎么样嘛 到底会开花怎么样结果 我们这样的心态 我跟你讲 这样子你迟早 你就会离拜超级生命密码 好 老师讲的我们要一门深入 是在 刚才秀美讲的啊 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功课 像喵喵转念喵喵感风 都是我们的功课 你如果都在超级生命密码 老师教的功课里面去做的话 其实你这几天过的生活 都是开心的 哪怕你睁开眼睛 你都觉得今天的一个能量 今天都是开心的 都是幸福的 相对于你一出门 你遇到的都是好事 随便停个车位都有车位 随便摆都有想吃的东西 那都是心想事成 这就是今天讲的吸引力定义 所以你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你的信心度决定到你未来的能量 有百分之百信心的人举手 没关系我没有要你举手 我跟你讲这个信心度很重要哦 为什么要百分之百 当你只有百分之九十九 差那一趴就差很多 所以说你要全然相信啊 你在超级生命密码 你有全然相信负能量看不到你的珍惜 因为我们都讲能量嘛 那取决于 只要你跟你的负能量能够平衡 你很多时候他就是很顺 一切都会不求助的 就像你讲的 我们得到天的助食 你会觉得哇 怎么每天都有天地的助食 我在路上都可以捡到钱 或者是每次去公司都有同事 请我吃东西 你会觉得说其实什么都好多好 生活的小缺幸都一直在发生 你就去检视说 你的能量就在这生活境当中去检视啊 如果你每天从没苦脸的 看到同事也讨厌 什么都是讨厌的时候 你的能量其实就是属于在不足 不管说非常低 至少是不足的状况 所以当你起来 你感觉到这个心情如何的时候 他取决于今天的能量场 能量场的如何 所以这边刚才讲的 飞机的起飞的阳脚 大概都应该有坐过飞机 那起飞的那上那就是那个冲地 那个阳脚 那个力道是不是要很够 力道不够你冲得上去吗 冲不上去 对 那我们在这边 这个章节讲的 我们跟我们负能量在做交流的时候 我们给他的筹码 跟他平衡的时候 我们的力道够不够 我们要去检视 这个力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了多少 我们到底欠了很多 可能过去很多 做了很多很多 不该不该不该的事情 那今生我们还是要滑马 因为造就因人都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说 好那我们是要有那个力道的时候 这边讲的力道呢 可能旧朋友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一个倡悔跟发愿 好愿力 因为你刚才知道愿力 愿力就是 大家知道愿力嘛 一些什么 国家都会讲到愿力 对不对 但是国家讲的愿力 让我们觉得 那愿是什么 超级生命嘛 你愿是什么 那个愿力能够抵得过业力 它可以转动你的业力 所以愿力 就像我这边讲的最终在那里度人 像今天呢 那美满 请这位先生来一起 来看看我们的基因会共振 那上下张大高 他慢慢的觉得 自己好像在这一块很有感觉 那慢慢的他接受了以后 他看完书 他就觉得他愿意试试看他的做做开老师的心法 那做了当中呢 他就觉得怎么好像觉得好像不一样 这样子的慢慢的一个灵魂的提升 灵力的提升 就是在度人嘛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个方面 其实我们就是八月度人 度人人家灵力提升 功德最大 我们常常讲的功德 就是我们的德自然 每个人的 身上的光就是 光越大 表示德自然越大的嘛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的德自然有多少 但是至少我们就是 至少不做坏事了 至少不做坏事 然后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成了善念之外呢 那我们还要怎样做 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好像不到位 不到位 差哪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就差很多 是讲的差一点就差很多 所以在我们起飞的当中 你真的没有一鼓作气的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在事件很危急的当中 你要转动 就像我举个例子 昨天我也写了一篇心格 然后我也有在丢战主 就是我之前有认识一个超马家人 他后来就是 他之前都很有 他是非常善良的人 可是你知道 每次为什么 人家讲的善良人 还有什么 为什么做多端的人 都可以长命百岁 为什么善良人 就觉得好像 可是你不知道你过去是 到底是做多少 对不对 因为因果最大嘛 那后来这位大姐呢 他就是突然 因为他工作很忙 那生活当中 忙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我会省思 有时候不要让自己太忙 我们就是超级是密码呢 今天进来这边共振 我们就要把很多生活的 不管烦恼的事情 都丢到放在脑后 因为你一直去思想那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烦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什么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在耗我们的能量 你能量耗到就觉得说 我今天怎么心情特别差 那耗的能量当中 你会发现 那个补能量补不起来 所以说不要让自己去 随便去耗能量 所以尤其在你忙碌的生活当中 你的身体的能量 你的力量会耗尽 所以说他在忙碌的当中 都会大姐呢 因为他真的是一家 断钱都是他嘛 经济的一个 所有的搭任都是他 所以说他就很满满满 就忽略到自己的身体 他就觉得他正能量满满 有时候很多次 我们自以为是 以为我们OK 但是身体已经是不OK的状况了 其实他有紧去呢 都有紧去 所以他就倒下来 然后因为他的一个 身体的变化 然后细菌就吸入到脑部 那就很快的就是变成说 就比较危险 就要开手脑部的手术 那我却觉得说 因为我之前想要跟他联络 很多人就是说想要邀请他 参加我们自己的 正前的一个分享会 然后才知道说 他有发生这样的大事情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场真的很可怕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生命的尽头 是什么时候 下一秒是怎样 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只能在这一秒 我们还好好活着的时候 好好的先把这一秒 先把那个德给补起来 老师以前上讲的时候 我都觉得 什么东西啊 我听不懂 但是现在真的有感觉到说 这一刻我们就把德给 赶快补起来 赶快作德 赶快渡人 赶快渡人 渡到精英会 像我们这8月11号 我们的台北分享会 我希望呢 在作德 我以为有一台有两次 那你们都能够呢 一起可以邀朋友 一起上去 购物证 这一次台北分享会的首场 新朋友可以参加 我们希望邀请新朋友来参加 因为他没有听过我们的分享会 上面都是见证 他在超级生命力 改变生命奇迹的故事 真实故事 那可能这场见证 然后你觉得 哇更相信超级生命力 更增加你的信心 那也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就是来到精英会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去 把自己的逻辑观一直建立 因为我们在红尘当中 回到家里面觉得好懒散 开个电视看一看 开个电视 本来就是杜导二去买个东西吃 会觉得这段时间就是要耗尽了 会觉得好像都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但既然今天参加这样的精英会共振 你会发现 那好 我要怎么做 会自己的精神带来更丰盛的成就 不要说我要多么有成就 至少就是意识不缺 至少没烦没老 这是最基本的 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 老实想说也是用平淡才是真吗 可是我们很多都自行烦恼 自行烦恼就是你能量不足的时候 你就会去烦恼去担心一切 好像觉得可能发生了 就觉得那你能量不足 你就会担心你的小孩 担心你的父母 担心东 担心西人 这都是在耗能量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在这边讲的一鼓作气 你八个洛尔月去度人 不要讲说你要度洛尔 至少说让自己的能量提升 能量提升的当中 你才能够去帮助人 像那个美满 她后来身体的状况不OK 后来她也是一直有18月 你会发现她的精气神 完全不一样 你会发现 没看到她改变才过来的吗 因为她当初 当初 当初 当初我看到这个病的时候 对 你在当初那后背来 因为她很麻 对 因为她 这个姐姐当初 当初 告诉我这个病的时候 我有shock 然后她 忽然那一天 在我和我同事面前很哭 因为她是我的客人 但是我爸当初我姐姐一样 她 什么话都会跟我们讲 然后我会很吓到 然后她来 告诉我说 她 某一个病争 这样子 那在这期间 就是 当然我们也会鼓励她 甚至 比如说我可能去 别的地方出差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她爱漂亮 然后她会跟我说 诶 冬天抱我们 起挺帽子 然后我就 还帮她订帽子 回来 可是这一次我看到她 整个精气神差很多 她直接 到我那边去 因为我还直接笑到说 诶 你变胖了 真的 然后之前都瘦瘦了 然后裤子 裤子都 牛仔裤都要一直改 一直改 对 现在就不会 现在就变胖 她还跟我说 你都买过后充不下去 我说那你要买新的 对 对 她就是使用超码 其实使用超码后 最佳的见证 因为她心欢体胖 你知道她之前都瘦瘦的 而且她之前不爱笑 之前很酷 然后之前她就是没有那个笑容 她就是觉得 她有些 心中有好多很多的无奈 那 后来透过她这样子 诶 上个老师上次的活动 六月份的 整个 整个大方转 我发现她 她一直在不断的 不断的 其实分享蛋蛋鸡 她把很多蛋蛋鸡去跟她分享 她也不断的不断的 有处理一些书 她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然后去跟她分享 书中这个超码的好 然后她也去做了很多很多 该超码 反正就是她觉得 可以做的她就去做 那人就变得比较不会计较了 心又变得柔软了 那其实很多时候 她整个一个晋气神 一个能量 自然就有限 那我觉得她相对的 她一定有做心法 因为做心法就是保护自己 让自己的能量 能够一直提升 那神圣点能量 在弱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心法 你可以跟她交流 其实在做心法 她怎么样去 她可以跟你分享 所以说她这个 她的改变 影响到你 你就想来听听看 我们这样子的 这是到底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大六集合 我们也不是要介绍你什么 纯粹是 我们共振分享 每个人自己生命的入世 透过只靠自己 靠天地的共振 还有太阳导师 她的带领 然后来要流产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要去求神问福 不用拜多很多的灵事 不要去 要烧很多的精子 一切都外穷 那我们这边是跟灵魂 然后跟负能量做和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切 它就在灵灵之中 一直往上 那个能量它就一直往上 所以说这边有讲的 你只要冲得过去 有没有 这边有写到 你这边讲 刚才也是秀伟姐讲的 诚心很重要 你要真心诚意的 跟你不能量做化解 那你过去的不应该 你是不是要去跟他对不起 人家后面也会讲到 再来就是决心 你愿不愿意再抄码 有你的决心 你想要度多少人 最简单的就是度人 码就是度人 因为度人灵命最大 你不管注意多少人 有个书本 但是你如果去 不管发书或干嘛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有时候 因缘机会 才有可能去度到一个人的灵魂 可能你发了一千本 还有一个人 你想看这本书 那个 不如你直接拿着书 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直接的分享 然后直接看到你的改变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改变嘛 那没办的改变 也间接影响到你 让你想要来了解 所以说度人很重要 那相对自己能量提升的时候 他就可以构正这样子 一个正能量的时差 好 再来就是 你有没有勇往的时间都斗志 而不受红尘 拉扯 因为很多红尘当中 不管你说 你觉得今天头痛吗 或者是今天很多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拉扯 你可不可以 能够运用老师的方法 去把这个拉扯 然后能够好好的 还是勇往直前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冲破你原来生命 时常有负能量 再还没进入超级生命力 只要 只要是人都有负能量 谁说自己没有负能量 都相信负能量吧 这后面的帅哥 有相信负能量吗 有 忘记无名字了 我记得你有来过 没有吗 你也是新朋友吗 没有来过新主 你好面熟喔 没有来过新主 对 你来过哪里 你可以过来前面 借我介绍一下 你在哪边 有参加过什么基因会 可以到前面来分享一下吗 好 介绍你的大名 我都觉得你好面熟 我看过你 老师好 女士好 草马特的家人大家好 好 我是来自于草原春风 本来的话是在台中工作 因为因为 有机会的状况下 然后 接到超级生命运码这本书 大概从去年3月份的时候 因为 在超级生命运码就是 照着 太阳胜的老师所教导的方法 然后 诶 就是 如法实修 所以自己是要说 做的不是很完整 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之下 诶 经过大概几个月的努力之下 因为那时候就是 每天就是 有 那时候 每天有在看地图回来 然后就是很期盼做 原来孝顺真的很重要 想说 自己是肚子 然后 再来有机会 能够回到北部 那边去工作 然后我们撑入草原 那 就是在一些 可能陪地的住屋下 还有 然后还有超级生命运码系统 可以 要学办法 然后就是 很幸运的就是 软掉到幸福还可以工作 等一下 有一个 超凡家人 那时候 有跟 有一个超凡家人 有跟个介绍你 是不是 跟我介绍你 那是谁 哦 哲源 哦 了解了解 我想说你好面熟哦 因为他那时候 我在活动的时候 许哲源 就有说他要来新竹工作 以后他会来新竹分享 新竹经营会 我就觉得他好面熟 欢迎你 那现在有做心法吗 有做心法吗 如法实修 六神 有出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先暖机 嘛 反正我们不懂的 还是就是 每天就是123123123 就是老师讲的 嗯 欢迎你 好 好 每天都 每天都可以看到你 好 好 也欢迎他 也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嗯 好 他那边觉得霞可 我怎么叫他 因为觉得他太面熟了 好 所以说这边讲的 你如果说 你 有没有一鼓作气 它产生正能量 冲破你的 一个生命的 一个负能量 我们常常以前 还在基督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其实 我们都在那个负能量的血窝里打转 都觉得好像 嗯 就是插那个 一个什么东西 冲不过去 就卡住了 那你这样是能量的问题吗 所以说 基督超级生命密码的人觉得 能够甘之如意的 好 道之干涉的 真的很少数 但是你 你能够在 这超级生命密码 能够遇到什么事情 不要抱怨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要抱怨 是负能量 因为我们知道人 我们很爱抱怨 哈哈 你不知道 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怎样 看到就是 看到又喜欢 抱怨的两句 因为你知道 抱怨真的是负能量 所以说 我们那 就是要去思考 真的带出于生命密码 我们遇到 很多时候就是 不要抱怨 那有时候去想一想 自己 如何在这个抱怨当中 去转 转你自己的思维 因为很多习心跟个性很难转 很难转 很难转 像有时候 我觉得很难改 所以说这边 只要你冲破 你就会发现一块 室外桃源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喔 哈 那么小声喔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 你要请那个贵方来导图 他笑得很开心 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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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力 然后小兄 你来补充一下 我刚刚讲的那个吸引力 定力 它就是等于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其实是天地之间的 那个磁场的感应 然后我们要有正确的逻辑观念 刚刚我特别念就是说 世界宇宙因为人们的振动频率 因为我们人心向善 我们的频率是正确的 它就会变成是正确的这样 然后我们在学习这个时候 要内外双利 因为刚刚跟我讲的 内 我们内就是我们要落实超码的 基本一二三落实超码 外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外面发扬超码 我们要去发扬去度别人 接引别人这样子 然后你双印 双印这个的话就是说 你能量高才能度人 然后还要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要补德指漏 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过 我们的负能量很高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补这个德 就是说发书或者是说注印 都是一种补德指漏的方法 这样子以后我们那个进才会转的圆满 然后最后你进转的圆满 你很快乐的时候 你就会祝福别人 代表自己能量很满意 然后你祝福别人 别人接收到你的能量满意 或者说就像我们来这边 接收这个能量满意 那你直接收到大家的祝福 你也回去就会祝福你的家人 然后家人受到你的祝福的时候 又往祝福往外 这就是爱去爱返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这么多份的祝福 天地的祝福 这就是吸引好的能量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些心得 这样子就是补一下这个 好感谢秀梅姐她 秀梅姐她真的很认真 她现在就是能够好好的 每天早上起来呢 她就有做心法 她都有做功课 她每天说牌牌 我都知道的一心二足 因为我们都是有互相 有时候会互相的分享 因为我们真的要怎么收获 要怎么摘啊 天下没有白吃个午餐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真的 还要用一点力道 对还要情人普着 那这些力道 一样是取决于能量 刚才我讲的 刚才我讲到一个大姐了 还没讲完 你记得我刚才讲一半而已 后来她就在家务部吧 然后开完刀了以后 脑部开刀其实是大手术 那开完刀以后 其实她后来有出现 有起来 就是说有好转反应 因为家人她有帮她做一些愿 但是呢 这个愿可能还不够大 不够大去转动 所以说还有家人的相信度 因为家人其实都不相信钞码 因为她的先生 她就完全都是完全不相信 那她女儿就想说 反正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就去试太太 所以她们都是只是说 觉得好像死马当我马鱼那种心态 所以说那时候 我那时候她开完刀以后 其实她女儿都有回说 她的反应就是说恢复很好 我们都想说哇 这个有在转动 有有情机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超马的家人 就秀容她先生 她开脑部 她也是整个开脑部 后来她整个发愿 给她回向给她先生的时候 她就醒了 而且现在就是很正常 所以说还有在你的诚心度 不是说你一定要花多大 那你看喔 她就是她女儿 其实好像因为她的表妹妈是在台北 然后她就跟她讲说 她怎么做 请她女儿帮她父母做唱的八月 然后终得去回向她的 现在住院的那个家务病房的患者 就是她妈妈 然后再来就是说 那可能真的有奇迹 她有醒来 然后后来就是恢复都不错 可是你知道这个有时候 那个功德与否真的是 因为你过去的因果 我们都不知道你欠多少 那因果在执行的当中呢 我们其实我们都不敢去占因果 因为这都是个人的因缘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她这样子 我就觉得好像恢复的不错 但是后来就是好像 也透过这个愿力没有很大 那可能家人的诚心 还有相信度也不高 所以就是最近就是我又问她说 她好像至少可以转家务病房嘛 结果后来还没有 就有点类似说 她就是给她听淡淡机啊什么的 她就是有点就是还在睡 还在睡了 没有醒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因果最大的因果在执行的时候 她可能已经在执行了 那你的愿力转不动的时候 她可能就是只是乍陷了 一下子那种乍陷了 但是你现在那个力道就很够了 她就没办法去清醒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刚才我们在回应应验的 你真的要有那个能量去转动 因为这个欠很大 因为已经在动脑了 这个欠很大 这个愿力真的一定要度人至少 没有一千要一万 这样度人的以前老师的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要度人去把这个功德去回向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 也不要说我们要花多少的愿力 这边等一下你看到我们用最大的晨曦 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见证的人 像以前保育他的 保育他的哥哥嘛 弟弟 他也是因为也没有说要花很大的愿力 可是他也是有奇迹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你跟你父能量在沟通的时候 最大的诚心 你有没有真心 父能量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只是骗骗他的他都知道 他最了解你的 他是你最了解最了解你的 比你爸爸还了解你 比你自己还了解你 所以我觉得父能量 我们都不能互隆他 这个是要好好的跟他做诚心的沟通 这个很重要 好那我们请那个贵方 来自于头份的贵方 帮你们做导读两段 所以在我们在练习某一个学说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要知道里面的真实意义 且要懂得抓紧机会 所以你随便问问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谁没有看过秘密这本书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本书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果大家都照着书上所讲的去练习 那我相信现在每个人都应该是非常得意的 达到了自己的愿望 但是我保证 当我们一群人来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坎坎而谈自己的经验 但到最后一定是没有修止符的结果 然后在过程中就放弃了 其实秘密及相关在描述吸引力定律的书籍非常多 你可只有多少人为了要拿捏其中的诀窍 而让自身去做 而让自身觉得非常痛苦 但他又觉得这套好的定律 如果不照着去做 就会失去一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越做越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在秘密这本书当中所教的 让你轻松到位 去做你该做的功课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实事求是的来剖析理念的问题 原因是有多少人坐在那边 诚心的开始观想自己所想追求的 自己的希望 自己所想要看到的幸福画面 就那样静静的坐着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量磁场 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到一分钟 心中就会很乱 他似乎没有办法感觉到今天坐在那里 他能够如书中所教的 和自己心中的理想面产生共鸣 为什么会找不到共鸣点 或者是有些人静坐在椅子上 开着车走着路 也跟着秘密这本书所教的 去做许许多多的练习 请贵方来分享 请贵方来分享 好 我要分享一下 前几天和同事在聊天 就是聊到921大地震的事情 那其实那也是 就是突然聊起那个地震 然后就聊到921 然后因为当时我住在东市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东市 台中的东市 那时候921很严重 跟南投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他的死亡人数没有被爆出来而已 那当时我是在东市 然后呢 921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我同事在问我说 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其实我坦白说 我说我真的没有感觉 因为我当时是睡成的 就是完全是不知道 在摇在晃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当下我是睡成的 我是摇停了之后 停了之后 我婆婆来敲门才知道说是地震 真的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 就在那个房间 我的 因为那当时的房间 是一个四方形的房间 那我的周围都是一些橱柜啊 淫水机电视等等 那我们四个人 就是睡在那个中间 结果呢 地震在摇的时候 那个全部的东西 全部都往中间倒 淫水机也往中间倒 可是我们四个人 睡在那也是完全无知的 完全不知道 而且一点伤都没有 那讲完这些故事 回溯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老师讲了一句话 有时想无时 莫代无时想有时 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说 哎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幸运 那可是进了超马之后 我后来讲了 哎 想到了这一句话 真的 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去累清得资粮 等到真的有进考的时候 才有办法去转动 才有办法去保你 除了保你之外 还要 甚至于还可以保全家人 这样 那是前几天我在跟同事在聊天 然后突然 突然想到老师讲了这句话 那 那 还有就是 近来超马 我觉得 呃 其实有很多的小 小确信 那 我 因为我回想 我最近在回想 其实我从去年的7月 接触到超马 到今年 其实已经一年了 那这中间的改变 呃 接受到天地的祝福 太阳的祝福 其实是很多 那 回想之前啊 真的是那一段路真的是很 呃 老师说过的就是过去 诶 诶 诶 过去总总 诶 昨日死嘛 那就不要再去回想 就好好的过现在的日子 那回想 这一年当中 真的自己成长很多 在平常的时候自己不觉得 可是当你倾向心来的时候去回想 这一年接触超马之后自己的改变 或许 或许 或许可能改变没有很多 但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下来之后 诶 突然 回过头再去看那一年 真的自己有成长 所以你说会不会放弃超马 是不可能的 因为离开超马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 每一天堂 那 只有持续的在超马 才有办法再让自己更进一进 才会让 我相信 才会让我 诶 明年再回头看看今年的自己 我相信会比现在更好 那我也期许大家都 就是跟着导师的脚步 那 呃就是 呃 不管啦 在超马你是不是现在 已经接受到天地的祝福了 或者是说已经对你的生活 竟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不管有没有 就算没有 我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相信这本书 相信导师 对天地要有信心 坚持的走下去 总有一天竟一定会转 那 呃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路到人 或许是我们过去 可能 嗯 没有修得很好 也或者是说以前做了很多的坏事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我们的德 可能没有办法去度一个人 那 我相信呢 当我们在接受到弟子规的洗礼 然后老师的那个一些那个 音档啊 的洗礼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德 补足了之后 当我们的正能量都补足了之后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度到的很多的人 哦 那 呃 我再分享一个小缺幸啊 就是 其实老师的精英会真的要上哦 哎 那个那个那个网路共修 那 我三四月的时候啊 都会到那个新竹的教室来上共修课 那结果啊 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讲钱 讲两百块 来现场的话讲两百块 那是不是就会拿到一张发票 结果天地的祝福就给了我那一张发票 就是一样是精英会的价钱 这样子 我就觉得哎 还蛮开心的 所以我们天原文化开出来的发票是会中奖的 而且搞不好搞不好当我们如法师兄 然后真的很精进的时候 搞不好那个天地的祝福 就是给你一个很大一笔的金额 也说不定 所以就是期许大家 大家一起共赢这样 那 还有就是蛋蛋鸡啊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啊 最近生产了 结果 呃 结果啊 他的小孩真的非常难带 现在已经满月了 还非常难带 他都是哭半夜 闹半夜 白天睡 那可是 好像就是一个月下来之后 好像造成他们家里的有一些很多的小问题 比如说他的老大没办法睡啊 早上隔天上课的时候精神很不好 然后呢 他的老公也没办法睡啊 结果就是 常常会有一些口角争执 然后他回到单位的时候就在跟我 哎 诉说这些事情 然后他眼泪就一直掉 很很明显感觉得出来 他好像有产后的忧郁症 然后我就 因为我 我的办公室都有放单单鸡 我就 他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把这只颗单单鸡 带 就是拿给他 请他带回去 我说就是24小时播放感恩式聚记 那就放在婴儿 婴儿的旁边就让他听 结果他回去试了三天 他打电话跟我讲 他一直笑 他说单单鸡我可以不要还你吗 我说可以啊 我那一刻就是要送你的 没有关系 你就拿去拿去听 那我就说那怎么样吗 他就说 哎 他的儿子现在虽然说没有闹 就是没有闹那个三晶半夜的时候 他就是晚上十点多要睡会闹 然后他再来就是清晨的时候会闹这样子而已 中间的十二点过后到四五点这之间啊 是很露 就是睡得很沉的 可见我们的单单鸡真的是有能量的 对 因为当时我要送给他那一颗的时候 他还不敢跟我接受 他还不敢跟我拿 我就说没关系 你就先拿回去听 如果没有笑 你再还我 对 那我说但是你要简单相信 你一定要心存相信 那这一颗蛋蛋鸡就一定会有功效 果真三天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管你 我说可以 那一颗就是要送给你 跟你结缘 你儿子就是在等这一个频率 对 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谢谢 好 对吧 他刚才说 度人很难 其实你看他在非常蛋蛋鸡 他也是在度人 他一个度人一个阴和 他还可以好好的睡个觉 那也是好事啊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把你觉得度人很难 好 度不了人进来 那我们至少可以分享 分享蛋蛋鸡啦 分享我们的疗愈权力 分享我们的千年制约 分享我们的超码 分享老师的音乐 都可以 那个其实就在年龄当中 你就去跟人家结善人 结好的人 当你结人越多的时候 你能量提升的时候 你相信哪一天就像 刚好有精灵来到我们的基因会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缘分 他就是很巧妙的安排 那我们在做的当中 我们就是一切都交给天地去安排 我们就不要去设限说 哎呦 我度人他都不会来 我叫他也不会来 什么都不要来 干脆就不要叫好了 可是你都没去试试看 去邀约 他怎么会来 就像我们这次的12月21号 你有没有信心去邀约几个人 来来到老师的面前 邀约多少人 你去设定一下我们的邀约人数 从五个十个 或者是两个都可以 你只要去做一个设定邀约 他也就是在移民 他就他就会 其实那个太阳公共也会帮忙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心法 除了这个秘密中的秘密很重要之外 还有从来描描感到很重要之外 还有我们的接收太阳能量也很重要 很多人做一二三的时候 三就睡着了 很多的这种有举手 有没有 做到三的时候 最重要的接收太阳能量都睡着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去睡着了以后 那又醒了赶快补坐 因为大家很多很多就是一个平均值 一做的哇 酥的哭的稀哭哭 哭的太好了 然后不能让你愿意做你的步伐 然后带来就感恩的时候 欸我感恩的 全部人都很好 感恩不好的坏的都感恩到 对也是很舒服了 又睡着了 然后到了接收太阳能量 你就忘记这一个补充能量 因为你知道阴档当中 那个光灵射下来 然后帮你全身的一个不好的带走的时候 哇 你真的有感觉到那个 那个一股心流 一股能量就在你的身体秘坐 然后气都会再转 气真的会再感觉有排出的感觉 所以那个三把心 金把三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足来 没有做足完 你至少要把它补起来 其实如果说你一二三三做完以后 如果随时有空的话 在我们家如果出去嘛 你看到太阳太阳的时候 你就可以观想太阳 然后让它不够照到你的头顶 然后你去去观想 跟阴朗去观想 然后去调整你的能量 因为能量随时都在变化 你这一秒的能量可能是百分之八十 你下一秒的能量可能就 辣掉到百分之二十 能量的运作真的是 一直在变化万千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不说太阳能量 现在都很大嘛 你可以找一个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时间 去太阳 你下次再太阳 再太阳 然后去观想太阳能量 在你身上的运作 去做实验 去感受一下那种的能量 你就会 一直做着做着 你会说 好像真的有感觉太阳能量 以前我也没有啊 以前也没有观想太阳 有感觉有太阳 可是你在练习 有问题都要练习 你没有练习 你就说太阳怎样 怎样怎样 大家相应你很难啊 你总要练习以后 慢慢它会跟你互动跟相应 这个是很很基本的 好 我们先接贵方的一个分享 再来呢 我们再读三段 那个佑晨 佑晨 佑晨 老运到她笑嘻嘻的进来 跟她跟你聊聊 所以 我们在练习某一个学说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要知道里面真实意义 且懂 且要懂得抓紧机会 所以 你随便问问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谁没看过佑晨这本书 刚刚好像读过了 不好意思 当月做月不踏 我也读一道 对对对 当月做月不踏 我刚刚有在听 所以我觉得 好像念过 我刚刚也觉得好像念过了 好像念过 好 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 他越做越不踏实 越没有办法达到 想要达到的感觉 心中的 心中就越觉得空虚 越空虚就越觉得不舒服 久久之 这就会觉得与这个无缘 而否定了书中所讲的真实道 真正道理 又有些人觉得对于书中所讲的 无论是道理 练习他都能说的 好像自己非常专业 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 所出现的状况 和他心中所希望的理想画面背道而驰 渐行渐远 让他不得不对秘密这本书所教的方法感到疑惑 以上提到的这几种情况 在练习秘密这本书时 一般人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感觉 简单的说 问题其实就在 就出在能量场上 你没办法摆平那些负能量 想要静静你端坐在那里 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实际有点困难 我们肉眼虽然 没有办法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 在实际的宇宙生态中 若能量存在那里 就会存在那里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坐在那边 越坐越不安 越坐越想拜托 但却又摆脱不了 而负能量是怎么来的 负能量在于你的日常生活中 每天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 所吃的 所想的 所玩的 即所做的各方面 只要和宇宙自然的 只要和宇宙自然的 通理 背道而驰的 当被我们身体接触之后 都会有负能量产生在我们的记忆体里 并且随着心情变化 长相左右 逃 都逃不掉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负能量 就是代表有什么东西是 太 这就是代表有些东西 什么东西是不太好的 这些东西像是一个负的形式 存在我们的时空中 影响着我们 既然是不好的能量 却存在在那里 那么 时间上的事情 是这么直接被影响 造成负能量场之因 一定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决定生活习惯有所错误 许许多多只要是和我们自身有的关系 都有可能 因为某种错误而产生这些能量场 并抓紧着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迈入新世界 心理欲新成就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当你积极的在做 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你就会认为 既然努力了 没有结果 那么 就不如在旁边看看 哪边容易哪边做 结果是耗 耗尽心理 你在当时认为 容易的旁门走道中 去钻联合努力 好 感谢佑成的一个导读 我们请佑成来分享一下 他现在跟他的那个女朋友都很静静 我们来请他分享一下 老师好 各位超马家人 大家好 下午好 好 其实 我才来精英会 没几次 是第三次 还是蛮紧张的 因为大部分都 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之下 但是 也感恩 有这个机会 让我上来分享 其实 刚刚在导读的过程中 我其实也是在解释自己 为什么念书会 咬文嚼字不是很清楚 而且会结结巴巴的 原因是出在哪里 因为自从看了弟子规之后 蔡老师一直常常有一个人 就是说 习惯性的 言语 原因在哪里 就是 由我推音 所以 我刚刚就稍微就插回了一下 可能是在 看书的时候 频率没有很高 再加上 在练导读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 因为我太过紧张 太过于 就是 却肠的情况之下 所以 在念书会脑筋一片口白 所以 在这次 来分享之下 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 允落了 当我一个期许 当我 如果说每次来进音会之下 我 都要上来分享 因为 我觉得说 在老师的 熏陶之下 因为 弟子规里面有所讲的一句话 非常的 就是 打动我的心态里面 所谓的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个常识熏 就是 不断的 不断的把天地的真理 把老师的一些 正确的真理 正确的观念 一直布鲁 不断的一直去 塑造 到我们的灵魂 记忆体里面 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会越 在 生活记 在考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针对很多事情 会 明白 越明白 自然而然 你就会 越淡然的去面对 去处理所谓的 四两拨千斤 所以说 在这个 而且 我其实 呃 呃 其实就是我也 蛮有信向他 精进的 所以在群主里面的一些 同修啊 这个 所有的前辈 他们所分享的一些 这个 一些就是说 心得啊 我都很用心的 会去 在里面去看 在体会 其实老师有说过一句话 我就已经把它就是说 记起来了 其实 在上课的当中 不要小看 每个人的分享 其实 这些都是在上课 这很重要哦 因为 别人的分享 就是因为 他们 有他们的 所痛到的困难 及问题 而去经过 自己本身的一些 就是说 正确的 真理的解套之下 而得到的体会 这就是每天要参悟空的原因嘛 所以说 在于 看到很多 同仁人的分享之下呢 所以说 也让我去学到很多 有些人所走过 碰到的困难 所走过的 一些 算是比较好的 出入之下 也当做是自己的经验 也把 别人的经验 当做自己的经验 来好好的 就是说 当做是 算是自己的一个 人生的 正确轨道上的一些筹码 所以 在 这段时间 我其实也蛮多的体会 一时之间呢 虽然 就是可能就是 在上台的几率 不是很大很高的情况之下 现在还是确掌 我今天空白 但是 我会慢慢的好好做准备 在每一次的经营会 我希望能够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 比较更好的分享 来与各大 各位先进来 这个构正 构勉 谢谢各位 他也经过很多 有没有发现 真的有看蔡理序老师的弟子 各位 你讲话那种 第二个就跟蔡理序老师很像 有没有 有 所以说有看蔡理序老师的 就会感觉 那种 那种氛围 那种蔡理序老师那种气质 他都慢慢的散发出来 其实他慢慢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其实第一次跟他妈很紧张 谁第一次上台不紧张的 像我换了 包括我也是啦 像菲美姐 但是就是 其实分享就是 慢慢的去调整 自己的能量 去遥运自己 在比较 你觉得会确凿的当中 去慢慢去 有一些思维逻辑的 一个撞击 那你慢慢就会觉得 其实也没有这么紧张 那因为你没有常常去练习 就像刚才那个佑晨讲的 他去练习练习 你看他从 虽然只来三次而已 他慢慢的进步 我们看到他的进步 他有决心 他也有设定 也有期许 所以他其实在 描描的营造 他生活的能量 参加精英会 一个共振的能量 其实我们的能量 来自于接引 其实我们有时候 真的有个PayPal 就是你 其实随时包包 就放一个疗瘾 像我今天就有二碗说 为什么我的包包里 疗瘾也跟八碗也没了 因为今天我刚好在 一个 看精英要读的书 刚好我前面做一个 他有个钢琴 钢琴老师在弹 弹音乐 好多好多过去的一个 很好听的音乐 什么选择 什么爱你一万年 他就在那边弹 有点像一个流行曲的 他在演奏 我就觉得 我就跟他互动了当中 我就觉得说 以前我都会听这种歌曲 都知道那些歌曲的爱恨情仇 那个都是负能量 但是又觉得好好听 你就会觉得 怎么那么好听 他听着听着 有时候觉得 你怎么感觉有点感伤 听他那种比较 以前我也很爱 他美成 什么什么成绩 什么你的歌 这首歌也很好听 我都听了以后 我就觉得有点感伤 后来发现 真的是那个负能量感众 马上让你的情绪 就觉得好像那个能量 就有影响到 后来我就会想说 就跟他互动当中 我就觉得 我想要送他一本书 我想说 怎么疗愈都没有了 怎么书上一本 包包里面 一本疗愈都没有 我就想说 我的幸福跟着来 那本书就送他 就跟他分享 然后大概跟他就是 有教堂 结缘以后 就跟他讲说 这本书 然后你可以回去看 因为他每个礼拜 然后都会在那边弹章节 因为我以后 每个礼拜 也可能会在那边休息 或者是说 因为来到这边 我们就会有一个 一个休息嘛 然后想说 以后可能还会遇到他 再跟他好好分享 我们的超级生命力嘛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 平常的时候 我们真的包包 要放疗愈全力 或者是做一本 超级生命力嘛 你随时有时候 那姻缘机会 谁知道 还没当下 那个就是你建议的人 很难讲嘛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像右船也是 英臭扬叉 他当初 我知道他的故事 他本来想说 他要注意 疗愈全力嘛 想说 就注意一箱 就注意一箱 就注意一箱了 结果就顺便又填了 那个 要来那个流通的地址 就寄到他家去 他才有说到 我说你妈呀 算了 等我要怎么发 想说他来拿到 基因会 跟大家分享 可是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的医员 他就觉得 我来到基因会共证以后 他才知道说 我平时要自己发 好 就要自己去流通 其实就是 反正你有做生意 不管做业务吧 你其实你在做业务 看你要做什么的 你可以在工作 或者是职场 你在音乐 什么的 你就可以跟人家分享 你知道他这种分享 就是能量 所以你说苗榜营 营造生活的能量 就在于街里 好 这是之前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读书会的殷勤 的移民长 他跟我讲 他就常常 因为他其实都是到 北中南跑 我就发现说 他也没有很少发书 因为哪有 没有空 但是呢 他的包包 一定都是放得 療育权利 他总要坐計程车 他北中南都要跑 他坐計程车 他随便就跟人家 分享你的基本 療育权利 随随事 就是小本的 很方便 你就可以实验 我没有叫你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现在有流通 不一定要花钱 你就写你的地址 你的名字 电话 他就寄到你家去了 但是要一箱为单位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基因会后面 有好几本 療育权利 你可以先拿个二十本 回去试试看 就是每天你可以 跟人家分享五本 或两本 去买个早餐 你可以跟人家分享 我们永远秒秒 去营造自己的能量 其实街影 我们要度到 度人到十二月二十一号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启动我们的一个设定 就是说 我们去跟人家分享 他至少在看的当中 觉得好像不错 万一他又遇到第二个人 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觉得这怎么错 我拿过了 既然我有有缘 接到第二次 表示我以这本书有缘 是不是也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 一切都是要去实验 去营造你的能量 就在一阶里 我们每天就是在生活 没有进阶里 你觉得能量 其实就会起不来 就算你有一二三 那一二三的能量 火候还是有限 所以说 像我们在基因会 有时候我们会帮我们看 后面好多太阳书仙卡 我们都可以跟人家分享 太阳书仙卡 或者是疗益全力的 你看我们会后那边很多 我们都可以拿走 跟人家分享 我们就是怕你不拿而已 我们东西很多 超马书很多 就怕你们不拿去分享 我们都很怕囤货 这种囤货比较不好 我们不要囤货好吗 我们要去流通 流通这样子的能量自立立康 自己好 别人也好啊 所以我觉得说 像我刚才讲都好饿 现在冷气怎么今天 整个都不冷 是我太热了吗 整个人有冷气 有调冷一点 是我太热了吗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们就是一定要 老师讲的嘛 就是要去营造街影啊 像昨天我们去发誓 下个雨 我看到美女姐们 她也是来这边发誓 她就是 也是默默在发誓的人 很多很多像加入啊 也是啊 她们只要发誓 就一定会到 因为她感觉到 在发的当中 很愉快 所以她就 昨天去发誓嘛 也遇到一个里长 大同理的里长 心里马上也计量 大同理的里长 马上心里就拿了一部车 就是要希望我们去拜访 我们都要团结一次的 要靠她嘛 我们就要一起去共振 我们去拜访她 然后跟她非常操嘛 慢慢的去潜移默化 去影响到我们的灵力 从理想开始 下手 不要想下手 接眼 分享 为什么 因为一切我们都希望说 她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因为这个真的是 真的很好 我们操法真的很好 那个力道又很大 老实说 你心脏太不够强 你也觉得那力道怎么那么强 因为进入超级神经满在座的 一定有很多的住宿 一定有很多的住宿 不管大的小的 那个大的小的 你都要记得 那个天地给你的礼物 我们要懂得回馈 回馈天地 帮天地收缘 收缘在于接引 去分享 分享 分享 如果说先生 有一问 我们的会后 还可以再询问 因为我们有一些 一些比较 比较 比如这样 怎么接引 怎么分享 然后怎样度人 怎样成长 这个其实 也是 有我们教我们的 我们的殷勤教我们的 他从来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会开会 我们有共证以后 我们会发现说 原来要这样做 基本上我们做人 如果不知道人家看什么 弟子归 对 那我们进入超级的身边 一步谈我们不会接引 我们也要按照老师 教我们的方法 所以我们参加自动力 参加很多都是老师 教我们怎么去接引 不然我们怎么会 所以我们要有一套的 生命工具书 一套SOP 去度人 去接引人 去分享 你这样子的能量 才会提升 不要觉得 好像都与我无关 好像是有非有 我就会觉得 何有可无 弃之可行 那我们那种心态 我给你们这些叫不得 我们再照着一次秘密码 一定是龙母妻妻 每天每天每天 都会营造到你的氛围 去接引你的氛围 你就会发现 那个能量就在 这边刚才讲的 刚才念的 问题其实出在能量场 现在有感觉到 自己的能量场 有慢慢慢慢的 骑视的举手 真的 所以当你能量场不够的时候 记得 就去发书 就带着那个书 然后包包就背着 就去发书 发完你就觉得 今天好像不一样 去实验快看 对 那不要说 赛事有分有大有小 那你就发书 跟人家分享操法 你在分享操法当初 你会发现 你会越分享能量 它就慢慢的潜入默化 因为我们有实验过 以前分享什么 什么都没有感觉 但是分享操法 分享搖曳全力 分享 就感觉有能量 一切都是能量的在运作 所以说这个大家 其实都 这边已经很 好多的人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能量场提升 你做什么 都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因为 真的还是要相信 我们的就是尊重因果 对 但是我们至少 我们先去还 我们先释出餐益 先 我们有时候想要 先吃苦 老师讲的 吃苦先趁早 我们要有道师干 这个那种 那种幸福的美满的感觉 我们就要先付出 先去更允 那这几段话 我觉得都很重要 所以赋能量场的 造成赋能量场的因 你看这个 跟你过去所事情决定 跟生活习惯很重要 就刚才出没讲的 起心动念 你的异业 你是想着随时 要跟人家 怎么样的 或者是随时 要跟他精英计较的 那个异业 你会这样就是 可以让他断了就断 不要一直产生 因为那个都是 新的负能量的产生 所以说 新的异业 或者是说 老师讲 你愿别人付我 也不付人 我们要走这种观念 吃亏就是占便宜 一切管求诸己 不要觉得说 我又没错 干嘛就是我的错 所以讲说 反正你就先认错 会怎样 我们今天认识无药 所以说 这边 这边有很多的 一个思考的邏輯观 很重要 如果说这个 大家能够掌握的话 相信每个人 都可以跟你的 不能让做一个 很好很好的朋友 做很好很好的朋友 好 那我们现在 有没有要自愿 自愿导读 那位新朋友 来念三段好了 赛哥 来念三段好了 要来跟你 互动一下 下次你就会说 我也要来分享 好 这些不能量 不平率往往是增长那么快 當這些負負越多,越是抓著大家往不好的地方同歸於盡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在正確理論的範圍內 不但自己是個發光體,而且在電信理會宇宙奧義之後 要讓更多的人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了解裡面的遊戲規則 順著這些規則,才會容易往前進進 如果只是隨波族有人去追求當時所流行的東西 最後你自己也不知道花這些時間經歷究竟是為什麼 產生這些困惑,很多人最後沒有辦法解決 就會誤入其苦,或者今朝有朵,有久今朝醉的日子 既然我們知道這些不能量對我們來說是大殺手 那麼我們就會針下藥,將這些問題真正解決掉 但面對這些問題的同時,用自己最大的誠意來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我遇到有些人,他想要解決問題,但是沒有誠意 哪怕他面對著你,高層跟過著說著他的問題 等到我想要幫他解決問題,要他一起配合的時候 他反而退縮了 沒有辦法跟著一起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聽起來十分可笑和慌慌 但事實上,在我們這個世界當中 很多人都處於這樣的情況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他不確定在這個時刻裡 他所應該立即做的決定 對自己來說,究竟是不是這麼重要 沒有辦法立刻做決定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不能量場一直在做運行的牽引 讓他的頭腦沒有辦法馬上很清楚地做出判斷 進而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好,感恩這位新朋友的導徒 可以飛翔嗎? 有嗎?有可以飛翔嗎?這三段 有嗎?有嗎?有嗎? 我說哪有加水流 連我兩次上來 老師好,鼓聲好,還有超馬的家人大家好 好 剛剛導徒這三段的感覺 欸 其實今天在 今天在往那個慶祖集會的前一天 有想可能就是老師有說過 就是一個禮拜就起來 要究竟參加來 究竟參加進行會 然後因為就是 那個禮拜 可能工作日有沒有停 然後禮拜天休假,然後就選擇 然後之後 騎摩扇騎著騎著騎著就跑到南寮去 不過在騎到南寮的途中 很奇怪的是 那時候我手本身有掌過汗枕 然後當時騎到南寮的時候 這路線越不對喔 那個 汗枕就讓大家覺得 奇怪怎麼越來越癢越來越癢 然後到最後我才拿手機這樣 導航一下 奇怪怎麼走錯房間 然後等到我走回來的時候 可能在漢城 那就是自己身上的一些負能量 越往 京衛的地點,然後越接近的時候 奇怪很神奇的就是 那漢城的 讓人家癢的感覺就越來越消失了 然後剛來到京衛 一個多小時 發覺 習慣有升級 就會覺得非常有輕重的感覺 有正能量的感覺 然後非常感恩導師就是 提醒我每週都要 究竟參加的是 就是經營會 就是能到自己方便的地方就去參加 然後感受到滿滿的正能量 感恩 好 感恩 所以今天為什麼就一直叫他 就有原因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你 但是因為就是緣分 因為他真的是來第一次 他既然迷路我就表示說 他讓他好好記得 我們基因會在這裡 那個每個禮拜記得要GTS導航 定位一下 那這樣子 其實他都會感受到 身體的一個變化 身體的變化就在於說 其實這是能量的慢慢上來 這一場基因會的共振 你不要覺得好像是有非有 他就是有能量 你相信有能量就有能量 你相信沒有他就是沒有 所以還是簡單相信 聽話到老師的方法做 所以說我覺得說 老師講的真的是 真的是真實不虛的 所以說他自己去感受到 他的一個能量場的一個運作 在這個虛空當中 在我們的基因會當中 他不知不覺 我都覺得今天時間不好快 怎麼咻就四點了 我以前都覺得奇怪 怎麼還有時間半小時 可以讀幸福跟著來 然後想說 剛才叫他練的時候 我就看一下時間 哇賽四點了 我的媽呀都那麼快 覺得因為我們 我們十分才開始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時間過得特別快 是我自己太開心了 我覺得說希望大家 能夠一起來共振 有沒有通過這樣的共振呢 有沒有突然來講講話的有沒有 有沒有突然講 喔喔喔喔喔喔 我很想講話 很想分享 大哥有沒有 慧君 慧君介紹來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因為這個大哥 也是看起來很有智慧的 他覺得每一個 你願來這邊參加基因會 我覺得一定要請大哥 出來分享一下 老師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藝人啊 參加這個基因會 應該算起來是第三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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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有看這本書啦 那個還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怎麼會有主意啊 這個人的心得啦 分享一下 什麼叫正能量 那個 一直在尋找 從小到大都在 上課也在講 什麼叫能量 能量 簡單的地說喔 什麼正能量 正能量就是要給人家希望 給人家方向 給人家自信 給人家智慧 給人家快樂 這基點能夠綜合到就是正能量 我們不要一天到晚想負能量 一天到晚在想說啊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那個秘密 秘密 秘密書裡面有時候講的喔 我們一天到晚不要再往負能量 往下去走 我們要往正能量去走 把負能量儘量拋開 不要想到那個負能量 什麼叫做因果 因就是你前面種下的得到的果 你從小好好讀書 你今天得到好的協力 就是有因就有果 不要講得太遠 全是因 那個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啊 你今天 昨天做什麼事情 昨天做了好事 今天又做到好的果 結果 你今天 昨天做的不好原因 就種到不好的果 就是很簡單 因為想再複雜 前是因後是果 喔那個想的很複雜 然後呢 我們代人主事啊 也有聊句話 我分享一下 代人喔 你不管別人做的好不好 先把自己做好 就是做 做事呢 你不要管別人做的好不好 你要把自己先做的好 什麼人家講說修身齊佳 你先把自己修好 才要有辦法去度人 你自己都做不好了 我做的不好了 你還去度人 你出口 你這樣講說 你出口 一句話就知道你這個人的內涵多少 就是把自己修 修好 做好 別人來看得起你 其實度人才有這個能量 然後有三句話我也來分享 我經常跟朋友分享很多好的事情 能量 從小到大 這三句話 最具震撼力 就是 最近也跟朋友分享 Line Line Line過來 也跟回忆分享 那個 不論讀書啊 我從小到大 或是做事啊 務必盡全力 這樣才對得起自己 今天我們是來精英會讀書 我們要盡全力 把書裡面所了解的 所想的 要仔細推 不要仔細索磨 那你今天做什麼事 你要盡全力 全力以赴 講的很簡單 但是要做得到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不要讓自己太多的後悔 一句話就說 你早知道 不如現在知道 這句話 我們常常聽到 炸災的後 炸災的攤景 我早知道 我去做什麼 我今天就賺錢了 我早知道去投資股票 早就賺錢拿票了 都是會講這種話 我們不要講這個話 我們就早知道 什麼叫早知道 要知會 自己要有 去判斷 如果沒有這個智慧去判斷的話 最好是有碰到貴人 碰到好道事 之前我們 去早知道 第三點就是說 現在你想要過什麼的日子 現在喔 你什麼年齡過什麼日子 這是全在你自己 誰都幫不上你的忙 自己的人生自己安排 所以我們今後想 現在你什麼年齡 我今後想要賺大錢 我今後想要身體健康 我今後要過幸福的日子 你現在就好好自己安排 自己努力 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講太多了 好感恩我們大哥的分享 感恩你 好沒關係 做什麼事 先相信自己 別人才會相信你 別人才會相信你 剛才所講的 自己先把自己修好 別人才會相信你 上天才會 給你一個好的運氣 導致可以支點你好的路種 信心喔 剛才書中上書寫的 我也一直有感慨 就是說 信心喔 是 人生最大的動力啊 如果 如果你對自己 原因不及的信心喔 才能成功啊 就像 這個簡單的意思 就像一部車子一樣 沒有汽油啊 他走不動的啊 所以愛提升喔 在成功的 化展時候 他不是失敗啊 他不是失敗 這個一千多或是一千兩百種 他找到 不適合這種 電燈的材料 他不是失敗喔 他發了一千兩百次 去發明電燈 發現這些電燈的材料 這不適合這個電燈的材料 才發明了電燈 所以我們要往好的地方想 不要一直往負面的地方想 秘密藝術裡面 講說我們要脫離這個負面 負面 負能量 要往好的能量走 讓我們生活 命運都能改變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要大家給我分享喔 所以說 在那裡講到一個重點喔 所以其實解形相應 再操碼很重要喔 大家可以把這個四個四個四 去解形相應 我們去了解以後 我們要去行 然後再從中當中 你去回遊他的相應 因為相應的能量最大 好 所以我覺得這最後 我們再用這個四個字 呢 為大家共演之 再從生命密碼裡面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去 把這樣的一個 老師所教的方法 去融入生活 因為很多知道 但是做不到 就像剛才大哥講的 那如何去改變 但是要創造正能量 大家都希望創造正能量 你現在用時間的耳氣差四號 因為時間有限喔 因為要創造正能量 真的很多人說 我剛剛要創造正能量啊 我要怎樣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 他的思想就是很負面 那就是因為講的能量不足 一見能量不足的時候 你要他往正能量的方向很難 就像我們基督超嘛 我們都能夠往正能量方向 因為我們透過老師的營造轉念 百球租集 我們都可以往正能量方向去做 但是因為透過能量沒有提升 你還是會在創面的 我剛才講的嘛 創面的漩渦裡一直在繞 衝不出來 所以說老師的呼吸心法 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呼籲一下 每天早上呢 像我早上起來 今天我就做了老師的呼吸心法 在YouTube 你發現有時候你會覺得 你講話的時候 或者是你很急 你就做呼吸 去調整你的一個頻率 像右晨他也可以去練習 就是你在練習 你可能一天可以做個半小時以上 如果你時間有限的話 如果時間沒有限 就做一次 每天就是故地早上做 因為你會讓你的思緒更近 透過老師的音檔 然後去調整你的呼吸 那呼吸的頻率對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很多時候 你的思維你的想法都是正的 所以呼吸心法很重要 所以我就這邊 最後跟大家共勉之 能夠每天都能夠提升正能量 然後來到我們的基因會 我們來這邊基因會共振 來加油靈力的一個提升 加我們的靈力的正能量的一個提升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很感恩今天 10天差不多 因為我們也是大概2點10分開始 今天大概已經到了4點10分了 所以說我們還是呼籲我們下禮拜天 一樣是2點在這裡 那再來8月11號的那個禮拜 我們會一起去台北的浮華會館 然後一起去共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分享會就是我們的轉綠戰 想要轉好運 想要你每天能夠事事順利呢 我們就來實驗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台北的一個分享會的一個共振 大家這邊真的祝福大家能夠 在這場基因會呢 能夠很大的收穫 能夠每天能夠把喜充滿幸福 養溢美滿隨之到來 好那我們站起來呢 請大家能夠請禮我們唱一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